ABL多南亞職業籃球亂賽 這場是香港東方作客去到澳門戰狼 白衫戰狼隊近方連輸三場 看這個球賽,開球初段 剛剛加盟沒多多個隊伍 在回歸頭隊之下,這個已經偷了球賽後的快攻 看見香港東方開球初段 憑著四個佛球 這個三分球才是首個成功的感覺高 但蓋上是領先7比6 但往後戰狼開始加強他內線的攻勢 一直讓高大球員爆進去 崔神,力壓著我們香港的球員 男弟博到M1 對,因為第一節 我們香港中方荷里菲特 因為兩個犯間歷就出去了休息 變相令到澳門戰狼不斷轟襲到男弟 巴頓高士納打這招 就是他的三分球 其實第一節和第二節來說 我們東方的守風並不太順 第一節尾段,羅斯 這邊放過高拋,再落多兩分 不過臨完第一節 戰狼隊做了一個很漂亮的立體戰術 給予負爾做一個測利屋 所以他們領先23比16進入第二節 來到第二節的開球初戀 其實香港東方是有起色的 藉著外圍的三分球,張文平 再加上籃 最近追到兩分,差距23比25 但往後重整戰力的戰狼 蔡神今天很有狀態 外線是三分球 還有貝爾 這次你壓著亥利菲特 還有插板的兩分 至於東方方面,不斷靠三分的外圍 但上半場做得不太好 22至起手中得五球 這個球是梓禮 球證的話是踩到三分線 所以是一個循環 後20分,急起直追 完半場被依榮入了這球 就落後13分,40比53 看來第三節 東方方面也要追分 俄利菲特,第一下4、5入 再押上去,完成 俄利菲特一直要忍一忍 避免有太多的犯規 不過對方的得分狼 寶特不斷地藍底 就是… 拿到兩分,又能博到犯規 三號位的錯對防守 還說莊蕭抹著他 但說寶特很硬 我們一直找一些外圍的三分球 頂住 孤士拿 3分,最後10分差距 但對方開始要撻著 對,很難看 東方也嘗試做一些夾擊 但也沒辦法 他們分出去,今天的外圍又準確 下半場最近追到9分 但往後因為荷利菲特 無績四個過範 所以又要回到泰寶籍 東方也是 那次完全守不住 對方的外圍真的要用來高級 M1 今天M1的鏡頭頻頻,我們也看到 東方方面靠著33號的班頓高斯達 去搶分 我們又來一球 這次是寶特,回彈力夠快 再送上去 又撥到N1 東方不斷在籃底方面 除了輸球之外 其實防守上也守不到對方的外線 又被蔡臣射球3分 第四節,這個球,蔡臣 完全是身體質素好 撞下張文平後,轉身射入 拉到超過20分的差距 越射越有的就是澳門戰狼 伊榮,再來外線的3分球 86比62 短暫時間換入吳重津 他交了個好球給荷里菲特 因為四番都迫著用他 曾經打過CBA的蔡臣 今天狀態很好 得到本季的新高是27分 當中的3分球更是9,5中 第四節,尾段 東方還是要靠3分球去追分 尾段落後20分 一路急起直,所以時間實在太少了 一個一個的3分雨落下來 但這球最後1分鐘還有10分的差距 但沒放棄的香港東方 蕭建勳領導位再進多球 追到8分的差距 一路壓迫對手 接著John Sio 其實最後兩分鐘 他連入了4球3分 可惜就是遲來的3分球 結果就是澳門戰狼 最後是贏香港東方 108比102